我们前面介绍到性脸遗传 就是基因位于性蓝色里上面 所以它的遗传会跟性别有关系 对不对 可是有一些基因的遗传 也受性别影响 可是它却不是性脸遗传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写在旁边 不是性脸遗传 不是性脸遗传 却跟性别有关 这有矛盾吗 其实没有矛盾 因为你要把定义搞清楚 性脸遗传的意思是 这个基因位于性脸色里上 有些基因位于体脸色体上 写在这 体脸色体 它在体脸色体上 它就绝对不是性脸遗传 可是它依然受性别影响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 人类的早年突 或叫雄性突 就是突头 那我们来看它的基因表现 如果你今天的基因形式 大逼大逼叫做正常 男或女都是正常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大逼大逼 你带个大逼 叫异形盒子 男生就突头了 女生还是正常 如果你是大逼大逼 就是所谓的同型盒子 大逼 男女都突头了 好 那这样一路看一下 你发现这个基因 对男生跟女生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男生而言 大逼大逼 我就发病了 对吧 这个基因对男生而言 是显性基因 对吧 写下显性 我带了一个基因 我就发病了 那不就等于是显性吗 可是对女生来讲 我只带一个基因 B'不会发病 一定要连带两个 所以对女生来讲 这个其实是隐性的疾病 对女生而言 早年突 雄性突 是隐性疾病 对雄性动物而言 对男生而言 却是显性的 那当然男生 比较容易发病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为什么性别不同呢 我们科学家做研究 发现 因为男生身上有 高浓度的搞固酮 就是雄性基础 而搞固酮会被这个经 改变成另外一种物质 而这个物质 会让毛囊退化萎缩 所以男生因为搞固酮度高 更加速了毛囊的退化萎缩 而女生体内的搞固酮度很低 所以女生比较不会累积过多的有毒物质 让毛囊退化萎缩 所以这个症状在男生会很明显 变成显性性状 因为男生有雄性基础 而雄性基础 与性别有关 所以变成 明明这个疾病 或这个表征 跟性别有关啊 但它不是性年遗传 因为性年遗传的定义是 此基因必须位于X 或是Y染色体上 也就是性染色体上 可是这个早年初 却位于T染色体上 它不是因为性染色体 决定它的表征表现的 而是性基础 性基础就不是X的色体单独可以产生的啦 那这就变成一个有趣的现象 不是性年遗传 却受性别影响 它位于T染色体上 主要是受到性基础的影响 好 我们就最后介绍这个雄性兔的例子 让大家厘清 性年遗传这个词的定义 位于性染色体上的基因